熊孩子拉我电闸 导致我冰箱里价值百万的食材全部被毁 这天我正在家里刷视频 突然家里停电了 我打开门一看是个熊孩子 把我家门口的电闸给拉了 那熊孩子冲我扮了个鬼脸 转身就离开了 看到这一幕我十分生气 这特么的是谁家的熊孩子这么没素质 随即我跟着熊孩子来到了2501的房门口 我生气的敲开了房门 开门的是个尖嘴猴腮的妇女 她上下打量我一番后直接开口怒骂 敲什么桥 你这乡下人来敲我们家的门干什么 敲坏了你能开得起吗 我一听对方家长这态度火气更大了 用一模一样的语气队回去 嚷什么嚷 牧羊泉 你家是有多穷才会买能够被敲坏的大门 妇女板着脸说道 我家买什么门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家买什么门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家生什么儿子跟我有关系 她刚刚无缘无故跑到22楼 把我家的电闸给拉了 你怎么说 屋里那熊孩子还躲在他妈背后做鬼脸 挑衅一样的说道 我就拉我就拉 你能把我怎么样 那泼妇也是一样的嚣张跋扈 那是你家吗 你一个租房子的有什么资格说是你家 我儿子拉的是你家的电闸吗 凭什么说那房子是你的家 你有房产证吗 听到这样的话 我瞬间血压飙升 我强压着火气说道 我是外地人是租房子住 你就可以让你儿子随便拉我电闸 你就可以随便影响我的生活 随便给我添堵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会给别人带去什么麻烦 谁知那女人只高气扬的说道 就是这样 怎么样 你不服滚蛋啊 滚去你们乡下待着去 别来我们魔毒啊 我知道跟这种不可理喻的人 说再多都是废话 于是转身离开 正好在电梯口遇到了同楼层的邻居 邻居说道 这家人真的是一点素质都没有 他家熊孩子经常拉我家的电闸 前两天我出门 由于他家熊孩子拉了电闸 导致我冰箱里的牛肉都坏了 找他父母反被骂一顿 他家人就是这德性 忍一忍算了 回到家 我越想越气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今天我要是不出手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 只怕他们会更加的得寸进尺 突然我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随即我在网上买了三公斤阿尔玛鱼子酱 两公斤白松露 以及金枪鱼等各种世界各种顶级食材放在冰箱里 把冰箱给塞的满满当当 这要是赔起来 足够250一那家人喝上一壶的了 东西布置妥当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取证 随即我在家门口装了个监控 正对着门口的电闸 现在的摄像头基本上都能用手机随时查看 一切准备就绪 我就出门旅游去了 现在就等着250一那家人继续来作死了 而这边250一的使真香正对着他老公杨伟抱怨道 楼下那个刘大壮 就是那个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的那个死宅男 提起他我就来气 就是我们家淡淡贪玩拉拉他的电闸 而且他的房子还是租的 就是个死穹笔 居然还敢来敲杂家的房门 提起他我就来气 算了算了 像那种天天窝在家的穹笔 又不跟人社交 网上可说了 这种人脑子绝对有毛病 他熊是有原因的 咱们别跟他一般见识 免得沾染了一身穷酸气 使真香越想越气 接着他对着自家熊孩子说道 淡淡 你再去把那穹笔的电闸给他拉了 我还偏要他不得安宁 我倒要看看他能拿我怎么办 收到了自家母亲的指示 那熊孩子更加肆无忌惮地 跑到我家门口 把我的电闸给拉了 而我则在手机里看着这一切 这熊孩子真行啊 一会儿看把你家房子 卖了够不够赔偿 三天后我回到家打开了冰箱 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 虽然提前做好了准备 但也差点吐了出来 接着我便来到了2501门口 敲开门后那泼妇 却是白了我一眼不屑地说道 你这想把老上来敲我家房门做什么 要是敲坏了你没个三五千你别想走 我一脸淡定地说道 你家熊孩子拉了我电闸 导致我一冰箱的食物全给毁了 这些账我们要一笔一笔的细算 该是多少钱你就得赔我多少钱 一听说是要他赔钱 使真相顿时就觉得不意外了 看着我的表情也变得非常不屑 说穿的你不就是想个钱吗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你就直说吧 想要搂我多少钱 和你你特么也配 我也懒得废话 直接掏出手机报警 看见我直接当面报警 使真相顿时炸了 你特么至于吗 我又没说不赔给你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现在就给你行了吧 使真相说着掏出一千块钱扔了过来 拿去 这是老娘看你可怜给你的够了吗 我压根没做理会 直接掏出手机报了警 看到我真报了警 使真相又阴阳怪气了起来 乡下人就是乡下人 和我们魔都人的差距 还真不是一点半点 我告诉你 就算叔叔来了 顶多也就是赔点钱 一千块钱都够你这穷表丝 不吃不喝正半个月的了 还得脸不要脸 看着他那嚣张的样子 我淡定的说道 我那一冰箱的食物 一千块钱怕是不够 使真相的老公也火了 一千块你还嫌不够 那你打算要多少 我悠悠的就到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少了一百万下不来 使真相夫妇像是看傻子一样